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香港方面,這幾天的士業界和網約車業界有些矛盾出現。 有個報道提到的士司機在自己自行方舍去捉Uber, 其實他這樣做只會令自己形象越來越差。 然後也有議員提到,說他們在尖沙咀看, 你那些的士半個小時就已經有十組客戶被人拒載, 而且黑的排排隊站在這裏,說尖沙咀去旺角要三四百元, 簡直就好像去搶那樣。 不知為何,他們好意思去捉Uber,自己放蛇。 新聞提到,說網約車平台Uber在2014年登陸香港之後, 是衝擊傳統的士業。 的士業與白牌車特別是Uber的明爭暗鬥, 從來未停過,而政府計劃規管網約車平台。 就快有方案, 星期四日十六號, 網傳有好多段懷疑放蛇打擊白牌車的片段。 有的士業界的人說道, 根據他了解, 有業界的人士是對白牌車忍無可忍, 包括是警方執法力弱, 所以自發放蛇。 這一個報道就訪問了的士和白牌車。 我不知道大家支持的士還是Uber, 我自己覺得自由市場, 大家互相競爭, 最多政府就發個牌, 你的士做得好一樣有人搭, 不存在說的士完全無生意。 這一個報道訪問了Uber司機A, 他說對於有的士司機自發放蛇, 他表示未驚過, 因為覺得所謂的放蛇行動不會持久, 加上以往原來都發生過類似事件, 大多數都不了了之, 他又分享曾經被黑的聯收車資, 當日他帶親戚坐的士上山頂, 然後的士司機一段在米標加附加費, 又說多收100元是公價, 簡直當那些客戶好像水魚一樣, 你無聽錯, 加100元是公價, 這些法例規定的嗎? 這些好明顯是黑的啦。 這位Uber司機就說到, 說Uber是受到外來遊客的歡迎, 尤其是日本與韓國旅客, 因為他們與的士司機溝通有困難, 相比之下Uber不用與司機交談, 就能夠到達目的地啦。 其實這件事澳門都好需要咯。 只不過澳門香港不一樣, 澳門一見到你有這些網約車, 即時罰錢, 保護著誰的利益呢? 那些的士牌六百萬一個, 是否保障著這些人的利益呢? 其實整個市場的的士牌加起來, 數額都不太大咯。 為了這班人的利益, 就可以放棄旅客咯。 整日說,澳門說要做國際旅客, 怎知旅客來到都要排隊坐的士, 排個幾兩個小時, 然後人家就在Twitter那裏, 上衰你咯, 說你澳門交通差咯。 幾好笑咯, 國際旅遊之都咯。 現在香港, 連高德打車都要過去盡住咯。 澳門, 網約車, 就算有咯, 都給你趕走咯。 看完報導咯, 卻訪問第二個Uber司機, 這個司機叫B, 他說的士服務態度參差, 這些漏集已經存在好多年。 Uber司機B, 就認為, 的士業已勞一輩司機居多, 服務態度參差, 漏集也多, 心態同思想也都已經僵化, 如果要改善或改革, 只能夠寄望新入行的年輕一代, 不過他認為, 一樣米養百樣人, Uber也有服務不好的司機, 不過Uber會規管司機, 收到投訴時會相應處理, 而的士, 缺乏監管, 自然有自無控。 喇, 這裏是Uber司機說的, 他們是無法例監管, 但他們的平台公司是會監管他的, 就不存在, 好像之前的士業界那傢伙這樣說, 說什麼無規管, 自然服務好, 簡直就是貿論, 私房菜, 之所以服務好, 人家收得貴, 收得貴當然是大哥, 你拿私房菜來比。 然後這位Uber司機, 又認為的士業界討厭Uber無可口非, 因為市場小, Uber和的士可以講得上正面對抗, 他覺得維持現狀比較好, 大家都找到食, 就算無Uber, 都不見得會多了人坐的士, 而且有競爭才有進步, 他繼續說到現在選擇權在市民手上, 又選擇是老闆。 第三個司機, 這個Uber司機又叫C, 本來不清楚近日的的士業放射行為, 但是為了避免違法被捕, 就考慮暫停接客一段時間, 和相信不會影響其他全職Uber司機, 每接一單都要考慮考慮, C先生認為網約車合法化已經大勢所趨, 譬如內地由最初規定為違法, 再逐漸接受網約車, 現在每個機場口岸都有網約車的載客點, 內地市民亦習慣網約車的出行模式, 如果香港政府覺得這件事不行, 香港是不是不認同全世界的方向呢? 真是一定要網約車違法 應該封了Uber平台, 而不是應該找著他們的司機來搞嘛, 即是為何要找蝦冰蟹象呢? 你找我們來搞什麼呢? 他說他不明白呀! 他這一點, 其實套用下來, 澳門一樣可以講得到的, 澳門力頭是同全世界反向而行的, 你叫他開網約車, 他說不得呀! 影響到好多的士司機的生意呀! 你平時, 你這班官講話就說, 市場的東西交回給市場, 去到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你們就講道, 不得呀! 要補住他們的飯碗! 好唔好笑呀! 那麼的士業界又怎樣講呢? 這個報道就訪問了的士司機, 訪問了一個叫華哥的人, 他提到放蛇、棧腳, 只會進一步影響業界的聲譽, 有的士司機, 自己私底下放蛇和報警舉報Uber司機, 什麼叫私底下呀! 肯定! 業內那些高層人士一定知道的, 你做這些事會不會影響聲譽呢? 以他們的想法來講, 他們不覺得影響聲譽的, 會講得出來加兩三元, 都會令到你生活有困難, 叫你不要搭的士的, 一些講得出這樣說話的人, 他訪問了一個駕駛了十幾年的的士的華哥, 他認為今次事件, 正拿來搞, 是進一步影響業界聲譽, 因為即使對Uber生意有影響, 但整體仍然需要靠政府和業界解決, 至於外界一直歸咎部分的士司機態度惡劣, 而他搭的士, 華哥就說, 相信隨著陸續推出車隊管理引入扣分制, 是可以改善市民對業界的影響, 有的車隊就好些啦, 有的規範在道, 車隊有人管理真是有人投訴, 上面都有人處理嘛。 另一個的士司機叫阿鳳, 他駕駛了超過十年的士, 他覺得放蛇這些人多餘, 其實你現在社會科技化, 不能夠去逃避這些網約車, 而Uber合法性有待相確, 但網約車必然存在, 甚至很多官員都有坐Uber。 其實他看到, 這些一般的士司機對網約車是沒有大抗拒, 反而他覺得要想辦法共存, 或者做好自己服務, 那什麼人去放射, 我等大家心知肚明啦。 而阿鳳就認為的士和Uber是可以共存的, 因為就算禁止Uber, 但香港仍然有其他網約車服務, 要禁絕不可能, 作為一個的士司機, 他自己都覺得要合法化, 這樣大家才能夠公平競爭。 而其實香港的的士, 由曾經每日在客一百萬人次, 就跌到去年七十三萬人次, 今年頭兩個月, 平均只有七十一萬, 生意差了, 但生意差了, 不會直接與Uber有太大關係。 你旅客都會坐的士, 為何你不去講下, 那些旅客窮又不坐的士說你的士貴呢? 那是否那些旅客不坐的士, 你又說旅客窮鬼呢? 那為何你不說旅客, 你又說本地市民呢? 那現在的士加了駕, 加了駕之後服務會不會變好呀? 我告訴你當然不會啦。 他要變好的話, 十幾年前一早已經變好了, 經常都說小部分的害群之馬, 但這部分的害群之馬相當多。 議員他直接在尖沙咀看著你們, 都可以有十台的舉載出來呀。 甚至乎運輸局局長林世雄, 他亦都希望透過車隊制去吸收市民意見, 做到一個結構性改變, 和改變整個業界文化。 他說現在的士業不改變不行, 再做下去的士業只會愈做愈差, 市民愈來愈對你們無信心。 至於放蛇事件, 他又怎看呀? 他無正面回應。 但是他說市民對網約車有訴求是理解的, 政府對網約車是持開放態度, 但車輛必須有出租車許可證。 所以網約的士是無問題, 他說警方會加強白牌車執法, 政府年中將會提出規管框架, 去確保網約平台的車輛全部有牌。 即是說這個網約車趨勢香港應該會有的啦。 甚至乎運輸局局長也提到的士業界真是要爭氣些, 不改變的話, 再這樣下去愈做愈差, 這一句其實已經反映了的士行業的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這個網約車和的士是否只能活一個呢? 對的士的影響是否好大呢? 你們覺得澳門是否都需要這些網約車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